苏联是第一个打破了美国对于篮球统治的国家 最近上映的电影《绝杀慕尼黑》 将这个故事搬上了一幕 在篮球史上呢 这支苏联队和传奇的球星们 也的确是值得铭记 苏联队那个头号球星 谢尔代贝洛夫非人认为是最好的欧洲球员 并且呢入选了奈什利斯明人堂 在1972年之后呢 苏联又在1982年的市井赛 跟1988年的奥运会当中 再次战争了美国队 尤其是这个1988年 由NBA传奇巨星 大美国冰剧所带领的美国队呢 在半决赛当中输给了苏联队 而这两次失利呢 也直接导致了美国队 在1992年憋出了一个大招 征集了NBA巨星 组建了这个孟之队 每年的夏天呢 都是体育的盛宴 今年的夏天呢 虽然没有奥运会 或者是男足世界杯 但是呢 依然有女足世界杯 美洲杯 对了 这个美洲杯呢 它又来了 从15年到20年 5年的时间办了4次 然而呢 梅西还是没有夺冠 以及呢 即将在中国举办的 男篮世界杯 今天不许什么篮球比赛 只要有美国队参加 除了东道主 观众们的呼声呢 永远会给到美国队 从这个乔丹 魔术师科比詹姆斯 那现在的哈登杜兰特 总是由NBA的 顶级巨星所组成的美国队呢 常年是吊打各国小学生 除了西班牙呢 偶尔能以各位数的 分叉输球以外呢 此各国家输都输傻 估计就要看美国队赛前 有没有过度签名 伤着手腕了 那比如呢 在礼乐奥运会小组赛 塞尔维亚呢 输了美国队三分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决赛呢 再次相聚 众志成城的塞尔维亚 付出了十倍的努力 果然输给了美国队三十分 但是呢 既然是比赛就要输赢了 美国队也不是没有输过 往近说呢 这个希腊 阿根廷 甚至波多黎哥 都战胜过NBA球星 所组成的梦之队 那往远了说呢 苏联是第一个 打脱了美国 对于篮球讨计的国家 最近上映的电影 《绝杀慕尼黑》 就是将这个故事呢 搬上了一幕 但是奈何韩寒和一票明星啊 那这部好电影自发的宣传 票房最后呢 也没有过亿 根据我毫无逻辑的分析 这问题可能出现在名字上 自从经历了复联4 全国人民VS剧透狗的战争 观众呢 现在对于剧透 已经是深恶痛绝 然后这个电影 从名字就把内容和结局 都剧透了个底朝天 虽然是真实故事改编 但是当你从名字 就知道这个电影 最终的高潮呢 是一个苏联 击败美国的绝杀球 观影的欲望 多少会有点下降 打个比方 如果复联4呢 改名叫 钢铁侠 舍身取义 抢手套 打降旨与灭棒 同归于尽 拯救复仇者联盟 你的观影欲望 是不是会下降 那么一些呢 其实呢 绝杀慕尼黑这个名字 是引进中国的时候 所修改的 这个电影原来的 俄文原本名呢 叫 Divisionia Vip 直译呢 是向上运动的意思 也可以理解为呢 是坚持向上突破 是一个很符合 这个电影设定的隐喻 这部电影呢 在俄罗斯观众们 流着激动的泪水 高喊着 乌拉的情况下 撞到了30多亿卢布的 本土票房记录 给这个处在 经济低谷之中的俄罗斯 打了一记精神鸦片 补服这个反美大业 指日可待 对于并没有能够去 电影原来观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呢 那我们先来 快速浏览一遍这个剧情 故事呢 讲述的是一个 迷之自信啊 要打破美国队 不败金轩的苏联教练 带着一帮梦想 通过打篮球 奔小摊的苏联球员呢 在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的 南篮决赛 决杀了 自篮球项目 进入奥运会以来 36年都没有输过的美国队 电影的前半段呢 对于各个人物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铺垫 后半段呢 用接近一半的篇幅 来详细的描述 最后的决赛 甚至详细的描述了 双方每一次得分 并且这些场景呢 进行了几乎 完全相同的还原 这个结构呢 与曲年大热的 波西米亚狂想曲 也就是讲 很持久 在篮球史上呢 这支苏联队和 传奇的球星们 也的确是值得铭记 苏联队那个头号球先 谢尔盖·贝洛夫 当时拿到了 全场最高的20分 你要知道 当时苏联队整个队 也就拿了51分 他呢 被人认为是 最好的欧洲球员 并且呢 入选了 奈史密斯名人塔 那这好像这个 活塞民宿 本华来士啊 昌西比鲁普斯啊 活塞的助教 现在的助教 蒂姆哈达威啊 以及这个活塞旧将 克里斯韦国 这样的传奇球星 都没有能够 挤进年人堂 说明什么呢 说明年人堂 骑士活塞 这美国人呢 还送了他外号 叫做苏联的杰瑞·韦斯特 这个杰瑞·韦斯特呢 是胡人的民宿 也是NBA logo的原型 并且呢 在之后的 1980年 莫斯科奥运会上 谢尔盖·贝洛夫 还做了那一火炬手 点了我们生活 因此呢 被苏联人们 亲切地称为 苏联里宁 另外一位呢 也姓贝洛夫的球员 也就是电影当中 隐瞒了自己 致命病情的 亚历山大贝洛夫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拿下了8分 以及全场最高的8个篮板 而那年他只有21岁 在1975年的NBA选秀当中呢 他还被这个 新二粮爵士被选中 但是最终并没有难够 去NBA施展才华 由于当时的 美苏的关系 以及他自己身体 这位天才球员呢 最后因为血管肉流 在2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说到这个年龄呢 72年这支美国队的平均年龄 其实也只有21岁 因为呢 他们大多数都是大学生 之所以美国队会派出 这样年轻球员的原因呢 是因为奥运会在80年代之前 都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的 因为呢 这个奥委会认为 商业化 它玷污了奥运会 神圣的精神 我觉得好像政治化 玷污的更彻底吧 可以参考一下 36年博临奥运会啊 因此呢 在1992年之前 美国篮球队参加奥运会 都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班底 然而呢 众所周知啊 中国小学生 日本高中生和美国大学生 都是拥有特殊能力的群体 那72年这支美国队中的大学生们呢 也都是点尖的篮球人才 虽然呢 输了这场比赛 但是奥运会之后呢 大多数也进入了NBA 其中的佼奖者 又比如说这个道格克林斯 是四届的穷明星球员 并且呢 在80年代末 作为公牛队的教练 他执教者乔丹 还有呢 这个终极防守爱好者 曾经八次入选过 最佳防守一阵的这个暴毕琼斯 还有后来成为了美国众议员 那个汤姆艾克米伦 但是这个好像跟篮球水平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总之呢 1972年 这支美国队水平呢 其实也是非常之高的 1972年 这支美国队水平呢 是苏联挑战美国篮球霸权的开始 但是从这个开始以后呢 苏联也成为了历史上 最成功的篮球国家之一 曾经也是多次战场的世界之巅 他们获得过两枚奥运会金牌 四枚奥运会银牌 三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些奖项都见证了他们的辉煌 在1972年之后呢 苏联又在1982年的世锦赛 跟1988年的奥运会当中 再次继续了美国队 尤其是这个1988年 由著名的NBA传奇巨星大卫罗宾逊所带领的美国队呢 在半决赛当中输给了 由萨博尼斯 马修里奥尼斯带领的这个苏联队 而这两次失利呢 也直接导致了美国队 在92年憋出了一个大招 征集了NBA巨星 组建了这个孟之队 可惜啊 世事难料 原本这个孟之队是励志复仇苏联 结果苏联91年解体了 可以想象啊 美国队当时的心情肯定是 老子辛辛苦 我练了个满级的号找你报仇了 你居然不玩了 怀疑这种欲求不满的心情呢 美国队是学习新手村 吊打小朋友 以场均晋胜43.8分 夺得了92年 外赛的会议会的马案奖牌 其实呢 即使苏联解体了 但是大多数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依然是在一起 以独联体的身份 参加了92年的奥运会 其中呢 也包括了南篮的比赛 然而呢 就是因为立陶宛 这个没有加入独联体的小国 让独联体南篮的实力呢 大大折扣 因为呢 他们失去了在那个年代 NBA以外最强的球星 就是萨伯尼斯 以及他为首的一群 立陶宛球员 那说起立陶宛南篮的实力啊 让我不由的想起 2004年奥运会 当时呢 中国队是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遭遇了立陶宛 那天呢 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我 在一个早堂里洗澡 正好碰上了这场比赛的直播 即使当时是姚明 还考了29分 中国队最终也是输了立陶宛 整整20分 当时呢 同样在这个早堂里观战的 还有十几个大叔 然而大叔们在目睹了区里之后 纷纷开始霸人了 还有他这个解下了 遮盖下铁的毛巾 愤怒地拍拿着水面 所以这个当时一群 光屁股大叔细水的画面 给我这个幼小的心灵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啊 我也是永远地记住了 立陶宛南来的强大 那回到1988年 我们多次提到了 这个立陶宛头号的球星 萨伯尼斯 他是一个身高2米21的中锋 就是比姚明值昂了5厘米 也是姚明亲口传人脑像 达遍了欧洲各种环境的场合 终于在1995年31岁的高龄 进入了NBA 加入了这个波特兰开拓者 但是呢 因为他曾经这些不科学的训练 他的膝盖 仿佛已经有131岁了 这个开拓者的队移 给他第一次提检的时候说呢 如果光从这个X光片的判断 萨伯尼斯呢 是可以寻求一张残疾人阵的 但是呢 他除了这个身体素质 一个好中锋的一切条件呢 他其实都具备了 在NBA的七个赛季当中呢 他的场军得分都超过了两位学 而且呢 虎负无犬子 如今他的儿子小萨伯尼斯 在步行者队也是打风生水起 进步神速 上个赛季呢 场军已经能拿到14分9个板了 那么纵使从06年到现在 美国队又是十几年没有输过 但是呢 前苏联球员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害怕 美帝都是纸老虎 在这个姚明主席的带领下 有声之年我们一定可以看到 中国队永夺世界杯 先是连球 而是 小萨伯尼斯 吟连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